公子 出大事了 说了多少次了 我长安伯府中人 遇事不得 慌 这是 我是来看花花的 郡主来便是了 何必带这么多礼物 我喜欢花花 礼物也是给花花的 八行 来啦 来来来 快快快 快 花花呀 你说你这个主人呀 想什么都不说 真是苦了你了 你也这么觉得 啊 啊 郡主怎么连花花都不放我 我姐就是来找你的 姐你还装什么呢 看来 花花很喜欢郡主 一般来说呢 这 是人是猫啊 都还挺喜欢我的 就是那种 缺心眼的 故作 清冷的 一肚子坏水的家伙 才不喜欢我呢 程安伯啊 你是那种啊 郡主为人直闯逍遥 好 柔某一直十分欣赏 那你喜欢还是不喜欢啊 我听不明白了 郡主你也太直白了吧 来来来 我 大叶懂得欣赏之人 自然都会喜欢郡主 有嘴花生 总有一天把你的嘴巴撬开 多吃点 别又瘦又弱 跟个书生似的 像书生不好吗 安静又懂事 不教唤不打人 比那些性子烈又不听话的小母猫 总好多了吧 教唤怎么了 性子烈怎么了 难不成 要跟个闷葫芦 一肚子坏爽事儿的才好啊 书生也好 闷葫芦也罢 花花的心意 就算她不爽 郡主也该明白 不是吗 你不说我怎么懂啊 我又不是猫 猫又不是我 班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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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 班 在这儿呢 你家大门被人堵了 堵我家门干什么 给你姐提亲 这个啊 可是颜家祖传百年的上等货呀 提亲别送这么大的礼 这可是同一回见哪 可见颜夫人爱子之心呐 颜夫人的爱子之心 素来早有耳闻 郡主戴上这镯子呀 可就是半个向国府的人啦 镯子是个好镯子 儿子也可以 娘不行 盈邦邦邦 退回去 送客 敬 好